为大来宾 当然也是酷狗音乐 酷狗直播的老朋友 好朋友了 就是我 也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你的朋友吧 算是吧 对 这一位可以说呢 我相信他出现之后 每一次他的声音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应该叫做画面出现 对 可以说也有 用天气可以来形容 比如说下雪的时候 一种心情 比如说下雨的时候 一种心情 比如说今天来到现场 不知道 他会不会看到你是 什么样的心情 可能是晴天霹雳吧 其实说到了 马上要登场的这一位 我相信现场跟 现场的朋友们都知道了 他就是薛之谦 不过 哇 你看女生们尖叫了 哇 在老薛登台之前 我们先让这个锤锤 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你对老薛的了解好吗 哥 底下粉丝做人 粉丝们 各位 薛之谦马上就来 但是你们要知道 其实锤娜丽莎 跟薛之谦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 有过见面 对吧 你们知道吧 我们灯牌 灯牌已经亮起来了 我们对着这边的灯牌 来模仿一下薛之谦 你认识的老薛是什么样的表演 经典动作好不好 就是既然各位粉丝朋友坐在下面 我就不恶搞了 好吗 我是真二八经 是认真的来模仿 真二八经模仿 好 来掌声 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恶搞 我也没有办法 我们先把掌声现在送给锤锤好不好 好的 看一看锤锤是怎样呈现薛之谦的 我们薛老师的招牌动作 招牌动作 其中之一 你还要我怎样 要怎样 你突然来的短信就搞我悲伤 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 然后这个时候 就走下去了是吧 哪怕结局就这样 来来来掌声现在送给锤锤 很经典的一段表演 我相信薛之谦看完之后会说 神经病 根本就是拉黑 但是我觉得其实 老薛有他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 而且他的音乐的确非常的有魅力 而且每一次大家听完之后就觉得 薛之谦的歌曲是带着他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 并且可以说他每一次呈现的时候 都是用最大的能量 几乎霸占到这个舞台 让大家体验到什么叫做音乐的魅力 是的 所以各位各位 现场还有屏幕前的朋友们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喊出今天的大来宾 他就是薛之谦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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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下的那么深 下的那么认真 倒影出我痛在雪中的伤痕 一切人情 那是爱情 偷偷地控制着我的心 提醒我爱你要随时待命 音乐安静 还是爱情呢 一步一步吞噬着我的心 爱上你我失去了我自己 爱的那么认真 爱的那么认真 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肯梦 一定是几年没下雪的伤害 突然飘雪 就等你说了分手的瞬间 雪下的那么深 下的那么认真 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 可我在乎今后你让谁陪 音乐安静 还是爱情 还是爱情呢 一步一步吞噬着我的心 爱上你我失去了我自己 爱的那么认真 爱的那么认真 可还是听见了 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肯梦 已经是几年没下雪的伤害 突然飘雪 就等你说了分手的瞬间 雪下的那么深 下的那么认真 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我并不在乎自己 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 可我在乎今后你让谁陪 爱的那么深 爱的那么认真 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 一定是几年没下雪的伤害 突然飘雪 就等你说了分手的瞬间 雪下的那么深 下的那么认真 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 可我在乎今后你让谁陪 爱的那么深 比谁都认真 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 满天风雪 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 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 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深 选真 喔 哈喽 塞翰的朋友们大家好 各位酷哥的朋友们大家好 在海边耶 你们各位做卡座尴不尴尬 谁安排的 天呐 感觉有杯酒杯是不是 哇 好嗨的气氛啊 各位 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呢 那个主办方一定要叫我坐在这里唱 他们说这里有很先进的设备 出来会特别好看 那我就多想到 哇 今天我没想到第一首歌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会下雪 下得这么大 我差点无法呼吸 你见过唱歌的时候 吸肥皂泡吸进去吗 渴死我了 不重要 不是重点 好不好 第二首歌呢 刚刚那首歌有点老 开玩笑 15年了 哇 出道的时候第一首歌 真的是出道的时候写的 出道的时候正是发唱片的第一首歌 这首歌是我近段时间觉得比较好听的一首 希望大家喜欢 好不好 我就在这边安静宴唱 叫向风一样 谢谢 我要你 我要你 谢谢我要你 我等的模样 好不屈想 我等的模样 好不屈想 我等的模样 好不屈想 你 都浬 pensville的世华 我还是要你 我的蓝育淡 你竟然能尝尝尝到躲闹 你竟然能做到 带走阳光 你竟然能做到 带走阳光 我以为地跟随过了凉 像风一样 你靠近云都下降 你卷起千层海浪 我多也不多往里闯 你不就像风一样 侵略是沙沙作响 再宣布回忆浮晴朗 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 迟着的夕阳负责格挡 让委屈的感官无法释放 最近我的伤口没伸长 因为我躲在美风的地方 像风一样 你靠近云都下降 你卷起千层海浪 我多也不多往里闯 你不就像风一样 侵略是沙沙作响 再宣布回忆浮晴朗 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 你像风一样 你像风一样 触摸是温柔流淌 是卷过所有抵抗 不知真相我投降 你不就像风一样 掠夺是沙沙作响 可惜我刺透落花 你也就没什么可骄傲的地方 和风一样 你离开不声不响 我喜欢这种收场 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 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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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在这边唱真的是很用心唱 但是你们可以想象到 我的屁股湿了吗 我们俩这样默默地走过来 会吓到你吗 一点都不会 一点都不会 我都不想站起来 我很怕我屁股上两个硬子 谁放这么大的雪刚刚 那我们俩坐过去跟你聊天 你乐意吗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希望你们俩屁股撕掉 诶 诶 掌声欢迎薛之间 请让我平移向前往后退 屁股有没有事 屁股有没有事 没有没有 还好 还好 小心小心 迪欧点滑 小心小心 来我们看一眼 Welcome to Google Yo 吹拉丽莎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画 没必要 滑了吧 欢迎薛之间 欢迎老师 欢迎佑老师 来来来 到中间来 到中间来 中间来 中间 哇 真的是 每次来都是带来 不一样的感觉 都其实是一样的感觉 今天第一次看到 穿毛衣来三下的人 是吗 哇 你不觉得 真的是 我看到你们帮我买了一个热搜 叫那个 叫什么 叫什么 天驱预报员 什么 天驱预报员 那个推荐 天驱预报员 你知道为什么叫天驱预报员吗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我们今天是真的帮你做了一场 在这个三下 其实几乎没有下过雪啊 这一场我们的人工雪 花了大一下 开玩笑 没必要 就是要营造出一种感觉 就是觉得说 每次听你的歌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天气的感觉 是吗 而且其实 很早之前 我印象当中 在四五年前 你宣传亿万一张专辑的时候 来到酷狗的新乐坊 那个时候 你就玩过一次互动 叫做用不同的情绪 变成天气预报员 所以这是个缘分 真的是缘分 缘分 凹得好硬 但是呢 今天 可不可以 谁哪 怎样 可不可以 可以吗 你说我说 颜不怕挡光吗 看上去像阴阳脸 他不是挡光 他是可以揭霍 那今天跟你讲 真的是在舞台上 太棒了 真的 你聊天 到你话了 你说 真的 就是说我们先回主题 好啊 就是可不可以 用刚那两首歌的歌词 给我们抱一个 三亚的天气预报 可以啊 可以啊 不如展示一下 其实也不用抱 三亚天气 为什么说 我是天气预报员 昨天 其实我非常喜欢 就是我 接到这个通告的时候 我特别开心 我想 我人可以到三亚来 因为现在上海 冷得要命 一到三亚以后 一到三亚以后 觉得差不多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这三亚特别的冷 对啊 所以我一下飞机的时候 其实就下雨了 对对 所以我还跟主办 说我改首那个叫什么 下雨了 我还首歌叫下雨了 就一起一并唱掉吧 他们后来没有让 暴批的问题 温度会更低吧 是的是的 然后没想到呢 现场还给我这么尬的 一个下了一场雪 是不是 也是蛮好的 然后呢 我今天还唱了《相风》一样 哇 今天直播的时候 我一开始我就看了 你知道吗 那个风大到什么程度 各位 那个风大到 别说女生的裙子了 男生的牛仔裤吹裂 天哪 吹裂 你看他这么细节啊 有个人很多的 都是顶着风 顶着风在 在作案 我的天哪 这是 我觉得非常荣幸 其实我为什么 就要天气一棒 就告诉大家 三下现在也是蛮冷的 很多愿意过来 避暑的朋友们 要三思而后醒 好不好 但是酷口直播 是要看的 对不对 是的没错 开玩笑 当然今天酷口直播呢 不光可以看到老薛 一会儿呢 老薛在舞台当中 还要给大家来分享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成绩 这个荣誉 一会儿你要来揭晓 在九点半的时候 其实差不多 马上就要揭晓了 跟各位预报一下 马上在九点半的时候 二十一点三十分 我们会邀请薛志谦 跟大家来揭晓 本年度的MVP MVP 对哇好棒哦 哇这个MVP就像天外来物 一样瞬间被大家揭晓了 棒棒棒棒 那接下来各位 要不要听天外来物呀 好了 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舞台当中了 舞台交给薛志谦 天外来物 聊这么一会儿是吧 只需要我聊这么一会儿 太好了太好了 小心哦 小心舞台 那其实今天特别开心 还没到结尾吧 今天特别开心 到酷狗这边来跟大家见面 也是今天工作人员现场 比观众还多 特别开心 今天最后这个歌曲呢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 直播的那个感觉 和现场唱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它不是演唱会形 只是主要是带给 所有直播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在看直播的朋友们 觉得好看是最最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们的酷狗直播 还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最后这首歌呢 其实是我今年发了 这张专辑的一首歌曲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我相信它一定会红 好不好 只是时间问题 听完了 我希望大家喜欢 耶 Zither Harp 你旧落的太突然了 我刚好呢 又路过了 机会难得 又主观觉得 像明强又碰不得 你带来了 你带来了 我的快乐 让这世界 有点颜色 我好想指责 你太随意了 把无资格 把无资有人捧着 把无资有人捧着 你是不是破大 你像千万来不一样 就知不得 你再世俗你的名字不重要了 只要我遗憾有人捧着 隔世情而不傻 直到风光而止的人 都透明了 我在不尽永远处 用明天换你靠近我 你站立了 我的快乐 我的快乐 和这世界 也没有瓜葛 任世无干渴 都退去颜色 只有你是天蓝色 我开始找你了 会像千万来物一样 时而复得 你在世俗里的名字 被人用了 纷尘我隐藏的人格 是寄而不傻 直到蜂拥而止的人 都透明了 我再无情又不远处 我在无情又不远处 用明天换你靠近我 你就像千万来物一样 就知不得 你在世俗里的描写 也被取消了 反正不隐藏的人格 是非你不可 直到别有用心的人都透明了 我再无情又不远处 我在不尽又不远处 谢谢 谢谢 感谢 广告 中间我们中间中间 天要来物这张专辑是 12月31号发行的 对吧 很有意义 然后里面其实有出很多好听的歌曲 迟迟彩 哇 哇 我听过 天哪 毕竟我也是音乐主持人的 好厉害 我踩圈321走 没事了 毕竟你的朋友圈天天在发自己的歌 最重要的是这张专辑里面 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新声 要跟大家来分享 而且新的一年 也希望各位可以有 天外来物一样的这种灵感 有这种新的感觉 当然最重要的是 今天我们说到了 要邀请薛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2020酷狗直播盛典年度MVP 我们从今天中午的12点 就开始让大家来投票 一直截止到刚刚已经是21点30分 已经过了对不对 就大家在现场在投票 对不对 现场他们真的在投票 就投谁今天是今天的VIP MVP MVP 今天VIP在底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到底一会儿我们会看一看 MVP会是谁从这边走出来 期待一下 不过今天我们来到现场呢 也有很多酷狗直播的 酷狗直播的我们的主播 作为代表 要向你送上一份新年礼物 是是是 来我们有请他们好不好 好好好 来有请 可乐乐 红格格 Cherry 露露 代表酷狗直播送上礼物 欢迎来 来吧 欢迎三位 高跟鞋千万小心 一路滑出来 我跟你讲 慢慢走 不着急 在这边出来 好 来 欢迎三位 哇 这是 三位 小心小心 高跟鞋小心 这些礼物看起来都 摔倒就热瘦 我跟你讲 小心点 讨厌 来我们看一看三位送出的礼物是什么 我们先让乐乐来讲吧 哇鬼片 什么 对吗 尸体 哦耶 什么 乐乐送这个礼物是什么 哦 些之前老师祝您长发及邀 哦 长发 长发及邀 哎 这是我 第一个愿望 今年的第一个愿望 哇 你送我这个 一上台台上送我这个 好恐怖啊 谢谢你哦 哈哈 太晚一点 我看到这个坏 哎 没关系没关系 我拿着就好了 谢谢你哦 好 我们还有第二份 好可爱 我们来 看完鬼片 不是 看完了 长发及邀之后 木格格 哎 谢谢前老师祝您 可乐戒调 可乐戒!!!!! 这是我第二个ade 心愿 就是不会想再喝可乐了 真的是 但是你送我枸杞 家里条件也不太好 送你送枸杞的家里也是困难的 希望大家都给他打打票 一份心意 心意送枸杞真的 谢谢你 祝福健康嘛 假发配枸杞太棒了 第三位是 他的目标其实许的就是要可乐戒掉 然后呢 这两个愿望已经许了 我们第三个送的是什么礼物 薛志迁老师祝您前途后翘 我们可以组团出道 哇 全兔 跟我有关系吗 你只要踩在他裙子上 哇 把他踩死快踩死他 哇 好棒哦 不要离开了 太棒了 开玩笑 哎呦 这个是一个哑铃是吧 就靠这个就能前途后翘了 你想想你好丰富 要让你运动健身 我知道为什么要送我这个哑铃 主要就是想把这个logo露出来 来切个镜景 酷狗直播太棒了 真的是好 这么勉强送上来 最后一个莫名其妙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奖品 就是想切一个镜景 没问题 满足你们的要求 非常好 三 二 一 切满足了 切满足了 谢谢大家 特别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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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一部分心意 代表着酷狗直播我们的平台 希望来年 我们的薛之天 有越来越多的灵感 越来越好的身材 越来越棒的身体 这个什么祝福 今天好棒 非常难免了 好了 OK 那接下来 我们送完礼物之后 我们也要有请出 今天晚上所有的 我们的荣誉主顾 来到舞台 看一看到底 有谁获得了我们 今天晚上的MVP 有请各位 都会上来是吧 都会上来 踩踩谁会滑倒 从他们当中产生 有请各位 来来来 椅子排开 没事 没关系 有请 有请各位 这么多主播 哇 厉害了 来 有请大家 正在舞台中间 来来来 哇 哇 哇 所有今天晚上的荣誉主播 再次欢迎大家 好了 时间已经过了 21点30分 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投票通道 已经关闭了 接下来 我们要看看 2020酷狗直播 年度盛典的年度MVP 会是谁 老师你来发布口令吧 好的 我的口令是什么 你的口令就是 看到了吗 没有看到 好的 我知道了 这么简单 就说一句 一起来看大屏幕 对呀 哇 有点简单 看这样子好吧 我觉得 这些应该是像 唱歌界的新人 是吧 是我们在酷狗直播当中的 荣耀主播们 非常厉害 好了 今天就要宣布MVP了 是的 有一件事情要特别 跟大家在这边讲一下 在宣布UVP之前 对吧 因为这句话 实际写得太便宜了 太苍白了是吧 就一起看大屏幕 这句话实在太便宜了 说句实话 各位刚刚听到的那首 天外来物 天外来物这首歌 我告诉你 做曲根本不是我做的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我当时就是 物色到了一个很好听的 一个小波的曲 新人 然后我去填的词 所以其实 酷狗在就在做这件事情 给各位机会 不管是通过直播 还是什么机会 只要你们真心热爱唱歌 有一天就会成功的 好不好 所以在酷狗好好的努力 是我们是一个有情怀的 希望大家能在这里 真的好好唱歌的 不是有太多杂念的一个平台 今天马上 小心小心 摔下去也是好看的 今天马上宣布我们的VIP 一起看大屏幕 大屏幕在哪里啊 后面来看一看 一起来看大屏幕 OK 我看到了 恭喜我们的年度MAP 就是我们的WES七秒 恭喜七秒 来 又请七秒向前一步 向前一步是哪一位 来 又请的确确和老轩 也站在舞台中间 也一起 Come on Hey you Happy new year 律动起来 同学 这么开心的时刻 大家律动起来 Come on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 酷狗全部的CEO 谢欢先生 来到舞台 向我们的七秒 颁发年度MAP的荣耀 有请欢总 有请欢总 YOU 欢总缓缓 走上来 LIO 年度MAP 小心地滑 我是欢总 我是酷狗 YOU MAP 小心地滑 YOU AY HEY 白家 HEY YOU MAP O 好嘞 来 恭喜我们的七秒 获得了我们的 2020年度酷狗直播盛典的 年度MVP 恭喜 有什么想对粉丝和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来分享一下感受 自己拿着好了 奖辈也拿着 对一起拿着好了 对冲着前面 要接近进来就是 哇 好激动 又拿到了这一份沉甸甸的这一份荣誉 稍等 什么叫又拿到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为什么加个又一次 不是先也拿到过 不不不 不是不是 因为刚刚 对今年拿到这个奖 然后再拿到这个MVP 对对对 对不起打扰你了 你继续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感谢我的家人 感谢大哥 感谢小声哥 感谢中国 感谢多拉 感谢我的江南公 各位 感谢我的家人 感谢在场的所有嘉宾 谢谢你们 祝大家2021年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特别好 谢谢 也希望我们的七秒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同样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荣耀主播 这个奖项是属于所有人的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朋友 一票一票投出了我们的MVP 好 到这里 同时也感谢所有的主播 和道成的嘉宾的精彩表演 感谢酷狗直播这个平台 让更多有音乐梦想 追梦人有了展示自己的平台 2020酷狗直播年度盛典 也圆满落下微波 是的 在这里呢 我们要谢谢每一位现场 跟线上的朋友 谢谢我们的酷狗直播的平台 谢谢欢总 谢谢锤锤 谢谢千哥 最重要的是 谢谢每一位在酷狗直播平台当中的主播 谢谢你们的信任 明年2021酷狗直播年度盛典 我们再见了 大家新年快乐 See you bye bye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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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解 嘿 嘿 谢谢 谢谢各位 祝大家晚安明天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